欸 來了 哇 好久好久沒有坐大隻哥的車了 哇 這樣出來了 好久好久 我們一樣看到你出外景了 好看的車 No time no see 我好久沒有來鬧著玩了 我也好久沒有見到他們兩個欸 哇塞你們兩個真的是 長大了不少欸 對啊 長大了不少 我今天眼尺好高啊 社長 社長 你真的是 長老的不少 你語言我們 多的不少 老的我跟妳講 欸妳看 假哭小孩了 妳沒有突然有 我要爆發聲音來 她的問題 她的問題就說我 很符合今天的主題 因為暑假已經快要到了 對 身為一個爸爸 因為妳每天都在想說 要帶他們去哪邊玩啊什麼的 現在因為疫情結束關係 爸爸就一直哭聲 妳趕快去吃 完全不好的意思欸 沒有 我有車上 我也有人照顧他 沒有人欸 沒有人 車上一直都沒有欸 更憑他在哭欸 我真的根本太久沒見了 原來前陣子回燻去放假 那是生小孩啊 恭喜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恭喜 唉唷 休息八個月 原來是這樣 不要說啊 身材回復好快喔 體明心 因為今天我們要去的地方 很適合親父 全家大小都很適合 我在南投找到一個地方 可以很幾年喔 然後又可以 就是燻好 妳的這個藝術的氣息 那不錯喔 好像蠻適合我們的氣質 喔喔喔喔喔 妳看妳看 妳看到沒有 寶寶哥比我們還興奮 妳看 唉唷 用衝的 迫不及待是不是 啊 我跟你講這邊啊 就是家長們啊 暑假最好的去處 對 就是我們這個 南投台灣公益中心 有沒有 而且我剛剛是不是有 稍微透露一下 為什麼這邊很適合家長買 因為不用錢 耶 免費的最香 不是啦 不是嗎 當然 不用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啦 最重要是因為這邊 很多的工藝品可以看 好不好 幫你們那個小孩 從小就那種薰陶 有這個藝術的 藝術的氣息 生活與美學 對 而且最特別是什麼 因為公益中心啊 剛好在今年 又迎來了70週年了 所以啊 他們也舉辦了 公益起始 有一系列的活動 哇 所以今年特別適合來到這邊 參觀啊 來這邊玩啊 而且我跟你講 來到這邊啊 跟大家報告一下 有兩位大師級的作品 一定要看 其中一個啊 鹽水龍 他是 台灣公益之父 我們今天要來這邊 看他的其中一個展品 叫做 熱 熱帶雨 完了 我要被穿穿 熱帶雨 我也覺得金鳳怪 熱帶雨 還有另外一個國寶籍的藝術大師 叫做楊英峰老師 他在1970年的時候呢 在大阪的萬國博覽會 創造了這個鳳凰來 說到萬國博覽會 我覺得 可能觀眾會有一點陌生 必須跟大家講一下 萬國博覽會啊 是什麼 神仙打架的場合 就是大家現在知道 遊樂園裡面的設施嘛 基本上 你們現在做過的都是 迪士尼發明出來的 迪士尼為了蓋樂園的時候 發明出來的 迪士尼那時候 蓋樂園的時候呢 就會帶著他們 新研究出來的東西 去參加萬國博覽會 你們就知道 這是世界性的那種工藝啊 然後藝術啊 工業的大型展覽 今天的人都具體在這裡 對 那楊英峰老師 台灣代表 唉唷 是不是要看一下 真的 而且年輕真好 記憶就是特別好 哇塞 腳本鞋什麼都記得起來 欸這不是腳本鞋 這不是腳本鞋了 這不是腳本鞋了 這是因為我真的很有興趣 就是去研究一下這樣子 把跟你們出來 好安心喔 我們趕快去看了好不好 今天 今天沒有阿翔 我希望我們學會 進攻欸 六公頃 然後五大 園區 五大園區 有什麼 拿五大館 五大園 我跟你講 公益設計館 然後呢 公益文化館 唉唷 公益 那個館 資訊館 公益資訊館 然後 地方公益館 生活公益館 Let's ride 在這麼多館 怎麼逛 我們現在這個展覽呢 在談台灣的公益 那大家可能對公益的想法很多 我們這個展覽 從近百年的台灣公益來開始看 讓大家可以從這個角度 多方面的角度來認識台灣的公益 這樣子 有的時候更基礎的 我們可以從生活的面向來開始看 我們看了一個公益 就可以了解那個地方的生活樣貌 這樣子 好 那下次這個湯匙 這個湯匙 大家有沒有想過 既然是有功能性的 但是吃飯沒有問題 但是上面有個洞 他說它是煮麵勺啊 煮麵勺在煮 煮麵勺是下一個 你講話是 欸 欸 吉祥 那個湯匙上面有個孔 你的頭上面也有個孔 快點把水倒出來 快點 快點 他今天還問我說 南投是在台中的下面嗎 對啊 台南上面一點 台中下面嗎 台南的上面 我說在台灣的中間 中間 他在台灣的中間 你看他有南嗎 他在很中間 OK啊 他在台南的上面 在台南上面 在台南上面 欸 這個播出我會不會被幫忙 拍單很上面 讓您見笑 對 有沒有後悔邀請我們來了 是那個油烤湯匙 我們就來猜猜看這個湯匙上面 為什麼會有洞 既然跟功能有關係 那跟它上面的那個圖案 蝦子有關聯嗎 嗯 那蝦子可以游出去 蝦子是圖案啦 為了可能吃飯的時候 有一個更美好的生活 更美觀的感覺 這樣我也可以畫別的 當然可以畫別的啦 畫畫等等 現在有很多湯匙 造型都蠻不錯的嘛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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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跟妳的腦袋一樣有這種 我覺得就是這樣子吃嘛 吃完然後擺 哈哈 自己擺給我家 吃完怎樣啦 擺過來 喝湯 也不知道 把湯沥掉吧 把湯沥掉 他怎麼用湯匙要把湯沥掉啊 你怎麼喝湯要把湯沥掉 你不用再為難湯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看到他頭上已經冒煙了 那個處理器已經快處理過來了 好那請大家來幫我們公布一下 好其實齁 它的功能 不是給大家用的 但是還是有功能 是給製作者用的 因為湯匙 它是陶瓷的材料嘛 它必須要整個完全包覆油料 在上釀的過程當中 我們必須要把它整個浸下去 然後把它吊起來 吊起來 吊起來 如果不是吊起來的話 它可能要放在一個地方 那底下就沾黏到了嘛 對不對 那沒有辦法 然後另外放到窯爐裡頭 燒的時候 也是吊起來燒 它才可以整個完整的包覆油料 喔 不是功能 是製成的問題 是製造者它的方便 但是跟我們使用者 其實比較沒有多大的關係 也有關係 你有嗎 有 如果說我湯匙 是一個窯爐裡頭 一隻一隻擺著燒的話 也許只能燒一百隻 但是如果說 我要把它吊起來燒 也許可以燒一千隻 喔 沒有省空間 對省空間 生產成本是不是降低了 降低之後大家會不會更容易買得到湯匙 價格會比較實惠 喔 實工 所以這個就不只是工藝了 甚至可以變成工業 對 我們工藝其實就是早些年 就是以前的科技 甚至可以談到說以前的經濟 工藝可以看的事情很多 有趣喔 好我們繼續往下走 我們繼續來看 這個樓子叫做起司貓 從這一館開始 我有覺得工藝館蠻有趣的 因為它很貼近生活 就是真的是我們 可以用生活去聯想到的東西 跟我們比較貼近了 走 有興趣逛起來 逛起來 GO 這很適合你耶 你超容易肩頸鑽痛 你不能用飛的 但我脖子很容易痛 對 那我也覺得 那你現在要用拖車了 好 好 我要放手囉 等一下 放手囉 等一下 我還沒放啦 我放的時候就沒拖 對… 你頭要往前頂 等一下 我要再找一個Pink 然後踏脫 輕輕重重 我們散開不夠大 不好意思喔 我自己… 那我想問我想問 為什麼做成這個腳跟的形狀 有些人是這樣說 是說OK 你可能在這邊洗破的時候 就是說 你在站去的時候 一定會有比較洗破的地方 但放手的時候 稍微可以靠一下巴 然後另外就是說 我們在登山的時候 往上面爬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把比較重的方件 進在我們上面爬 包括有些人說 為甚麼要這樣飛阿 他們說如果說後面有 你都在追的時候 你直接往後面一趟 東西就掉了 我們就趕快往前衝 哇 哇 喔 很多工人啦 這一個區域其實就是我們台灣 在過去的時候 我們做了很多的手工藝品的外銷 那這些外鄉的作品都是賣國外賺錢的外匯 那個時候每一個家庭在閒天的時間呢 就在家裡頭就在做工 像特廳級工廠 這裡這裡這裡 這戶人家還算是有錢的 家裡有電視耶 不然以前那時候可能整個村莊 就只有一部電視 然後東豪隊打國際賽的時候 整個村莊的人都要去那一家 一起看了 所以我們就知道這家人做的東西賺了不少錢 對 這個客廳級工廠 我小時候我覺得我也有經過那個期待 因為那時候我們很多的主流的時候 就連我媽媽家資也是 那時候最流行穿燈泡 然後穿一個那個燈泡 就是幫燈泡裝電線 好像一個可以撞五毛就多少 一點點這樣 對 沒有經歷 沒有經歷 沒有這個經歷 歲月如說 要做這些東西就是慢慢累積 都是別的國家需要 我們台灣就供給給人家 對 就像阿達講的 當年那個年代 真的全部就是靠這些家庭 便手知足的 對 把台灣的經濟慢慢慢慢的盛起來 這樣 工藝 其實對於我們台灣社會來講 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當時這個整體能力怎麼來了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你試試看 那你知道嗎 我知道 但我也 你們都不說 那我也不說 等一下你說 好 那我可以說 我可以說 就是那個 我們剛剛有介紹到 岩水龍老師 他不是台灣公益給付嗎 他也是第一代西畫家 他是台灣很前期很前期 跑去法國留學的 因為他這個人就是致力於 把工藝美學 還有那種藝術感 帶進生活裡 你知道台北的那個 敦化北路 像林蔭大道一樣有沒有 台北市民票選 第一名漂亮的道路 對 當時就是 岩水龍師 他以他在法國香蟹大道的 那個概念下去設計的 然後那時候大家覺得 你很浪費土地 你拖那麼寬 可是你拉遠來看 是不是他是很有價值的存在 那就是他 他當時也很致力於 推動台灣的工藝發展 把這個工藝帶進生活裡面 所以他那時候創辦 在草屯區創辦了一個什麼 南投縣工藝研究班 也就是台灣工藝中心的前身 因為他就是希望 可以把這些工藝的藝術 帶進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裡面 所以也是他送給台灣的最棒 剛好你們兩個今天要講的 就是我要講的 剛剛你們就講掉了 那就OK了 所以他們講的是 對的嘛 100分 100分嘛 哎呀 替你們開心 因為我們會的東西都是一樣的 你們100分也等於我100分 好 我們繼續往下面走 吳季璇 怎麼了 這裡是我們的天堂 真的是我們的天堂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邊是DIY 又是手作 手作第一來囉 這裡是全台灣可以一次做到最多種類的DIY 對 有竹子啊 又有什麼 剛剛看的那個漆器有沒有 對 那個也可以做 對 那個比較少看到 還有金工什麼的 陶藝 啊 因為這邊本來就是工藝班起家的 所以他們還有保留這個工藝班的文化在裡面 我跟你講他就是DIY打的 畢竟他有吹過玻璃啊 吹過玻璃啊 吹過玻璃啊 你現在很嗆喔 真的是 吹玻璃很棒 我很想體驗 但我體驗不到耶 你小龍貓那麼好了不起是不是啊 真的是還不錯啦 Fully Fully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 藍驅工坊 ญ 藍攬工坊 藍染工坊 藍染工坊 工坊 好累喔 中文好難喔 沒關係 小朋友上這邊的課 你就下去上正音班 很好耶 或者就是小朋友在這邊上課 我剛好有空閒的時間 跟老婆再去生一個 你都結張了 甜甜架 太甜了吧 而且你看可以放風60分鐘 60分鐘可以做很多次 真的可以做很多次 而且現在外面下令營 我聽那個有小孩的爸媽說 現在下令營外面都超寶貴 真的很貴 那這邊是幼兒園以上 那更小的小朋友怎麼辦 這邊的四樓 不是啊你很要休 這邊的四樓 它有一個就是玩遊戲的遊樂圈 然後裡面有很多主編的玩具 各樣的結合在一起 然後你就小小朋友可以放進去裡面玩 讓他放風 然後順便放個電影一下 對啊小小朋友在這兒 然後哥哥姐姐來這裡上課 爸媽下去喝咖啡 所以我想要做一個類似像這樣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做完之後 其實就擺在那個家裡的大門 我覺得對還滿好看的 他說他以前是就是有學過美術 對啊 所以我看他三年嘛 剛剛想看營養烈大師能做出怎麼樣的作品 好啊 我跟你說 這很棒耶 因為現在台北不是其實 年底都會有很多手作DIY聖誕畫圖嗎 他是材料包配好的 然後大家都長得差不多 對… 這個可以精選種子 我剛剛想的也是這樣 你想要這個完全可以自己 完全客製化 而且同手無欺 你要這顆30元 你要這顆15元 全部都打在上面 好棒耶 我在想說你要不要直接就趴在電視牆上面 到電視牆後來 還是我們直接就給他1000塊好了 還滿現成的 什麼後來的 哈哈哈哈 請問這兩位小姐姐你們選了什麼作品 我們想要玩七七 太少地方看過 我是第一次看到有在教授做七七 好 很好看耶 有進步喔 有進步喔 這其實沒什麼技術感度吧 這個是每個來Q弄得很漂亮 然後不用自嘲 好 非常期待我們社長能做出什麼樣的作品呢 他會不會等一下就去吹玻璃 哈哈哈哈 再留下來 有客 You out Out 女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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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這麼好幾 女明星 不是他要融了 他真的要融 我已經等你很久了 一揚不合就甜 哈哈 沒辦法 就是 對啊 欸看一下 你們剛剛做什麼 就這樣 很美吧 真的就這樣耶 就兩片葉子 不是你有看出 就是 他這個很藝術耶 我們邊邊要撒金粉 對 而且你看我們故意留白 你知道 因為我們這個東西是要放一點小物的 就是 比如說放一些冷的食物 你放在上面 你要留給旁邊空間 所以不能全部都弄 你看這個上面放一些 握壽司 對不對 就很有感覺 所以只花一點點 因為要留空間放食物 你要全畫也可以啊 就是看歌 這是一個偷懶的好藉口 說什麼呢你 那你的呢 你的呢 你看 啊 可是相框是不是 什麼相框 為什麼上面有一個葫蘆襪 厲害了吧 你看葫蘆喔 葫蘆因為我要掛在大門 葫蘆代表什麼 胡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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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愛啊 剛剛老師看到說 喔 我這畫成段座啊 多了這個葫蘆啊 有畫龍眼睛的效果 他說我真的是百年難得一見的器材 面無器材 剛剛一直跟我講 希望我可以留下來 繼承她的衣服 但是我說我們不行 因為我畢竟還是有家要顧 對啊 要不要吃 蛤 你在講話可以認真聽嗎 因為老師說 他會提供基本的材料給你 然後後面其實他有一些 零散的一些材料 你可以自己去挑 自己去排列組 每個人都會有不一樣那個 我在講話的時候 你不要一直在我面前舔 你知道我講話很容易分心耶 在這麼充滿藝術的地方 你不要做這種動作而已嗎 然後在這邊不知道 自拼機能嗎 對啊 你...你要... 你要...你要... 你...你要... 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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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好地方... 自己DIY啊 小朋友可以上去啊 DIY 下來一樣 我們剛講 我們馬上來咖啡廳 好好的休息一下 就是這裡 我剛剛一開始就想吃那個 他們的咖啡館也很不簡單喔 是因為他們是國際咖啡品見師鄰居 然後結合南投在地的咖啡紅焙店家 還有穿稱三代的那個紅焙房 他們一起共同經營的 喔 認認真正在做咖啡店的感覺 對啊 喝完咖啡之後還可以去旁邊就是選品店 有很多工藝品我可以去逛 欸 我如果看到喜歡的是可以用社費來的 可以嗎 我也要 可以嗎 爸爸 這時候我們就五升聖有升了 可以嗎啦 可以嗎 可以嗎 我剛剛看到很多禮物的 可以啊 可以啊 好可愛 有喔 看 可以啊 你可以嗎 可以啊 可以 我們可以幫你折地50塊 好小氣喔 好啦好啦 久五折啦 我去買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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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買一張 你在這邊買到的必需品 可以長出你生活的品質的樣子 不一樣的紋理 然後延續的很工藝精神 嗯 工藝品呢 比起工藝品 它是大量的生產 它來得更加的有溫度 你是不是發現一個更創新的東西啊 這個太瘋了 這個變紙盒 叫它是什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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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什麼 叫它是驗台 它是驗台 太可愛了吧 這什麼啊 這好可愛 這好可愛 一橋版的那個變紙盒 好瘋喔 這個好瘋 它可以玩耶 你拿出來吃完會拼不回去 對啊 你知道像我這種 每一餐都要吃很豐富 不同品項的人 這個最適合我 這個各種硬口 這個各種是很小菜類型的嗎 對啊 但很不錯耶 不然便當盒每次都要擠在一起 對 真的很多創新的東西耶 好可愛喔 還可以玩耶 真的也不有趣 這樣不喜歡吃飯的小朋友 你給他帶這個他最喜歡吃的 對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什麼什麼 手機甲 就是一個貓人耶 這好可愛喔 而且它是實用 它也很實用 因為這邊的主持人 也比較好 但是藝術家好認真在生活 他們觀察到好多生活小細節嘛 他們就變得好可愛喔 工藝中心不動 很好玩耶 而且我們現在才逛了一關啊 對 對啊 下午4點了 大家把握時間5點就要逼人了 好吧 好 欸 網美照還沒拍 啊啊 欸 建議大家要來 建議大家要來要早一點了 對對對 不然真的會光顧啊 會 拍照拍照了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嗎可以嗎可以嗎 好拍吧 可以幫我走嗎 很好拍很好拍 這邊就是有外面一大片草地啊 然後還有這些樹跟建築都非常好拍 我們就會 ¿對呀有動作來嗎 如果是對呀 OK 初心中需要吧 好拍照 BTL 寶貝 大便 講話很像一個人 對 真的可以把它做得像小鷹 看來這個是小腿的感覺 小腿雞 這個粉本在家裡做 就是把它放在某一個角落 哇 它可以動喔 放下 5點05了各位同學 下班保全要鎖門了 好多分鐘玩不玩耶 所以你看來這邊可能一天的時間是玩不玩 其實很催大家暑假期間來到這邊 你看吳大館 因為花了一天的時間 在這邊好好坐坐看看 隔壁營往南口其實還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好啦 但是真的是一個好地方 我覺得還是推薦大家暑假期間可以來走走看看 畢竟今年他們已經滿70年 公益70 我覺得這個非常有意義的一年 對 然後希望大家最主要期間真的 帶個巨大大小啊 或者新冠好友啊 來這邊走走 走走看一看 或拍拍照也可以 然後 不一定要一天啦 我覺得兩天兩天是最好的 要兩三天 因為我們還會再拍一集 草棚附近的美食 對 幫你們包套行程好不好 記得也要看下一集囉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這個默契 好啦 掰掰 開啟小鈴鐺喔 掰掰 我好久沒有抱這種小孩了 其實我不太敢抱 為什麼 你過不來喔 這麼小小孩 因為我有點陰影 我們家老大 剛出生沒多久的時候 想說要幫他洗澡 然後我居然抱了他 在洗頭的時候 我不能太用力 我跟你講 因為那時候剛出生小孩子啊 他的頭很軟 他的天靈蓋其實還沒有硬 我真的不小心給他押 壓進去耶 好可怕 然後我一放開的時候 他那個天靈蓋是 又彈回來 蛤 快彈回來 我現在講的還起雞皮疙瘩 我那時候真的嚇壞了 好酷喔 老大 言行橘子有點怪怪了 我都一直在懷疑是我單眠 你弄壞了 你把人家弄壞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打我啊 笨蛋 哈哈哈哈 滿是 不適合這邊 太有 太藝術氣息的地方 好痛 來跟我學一句 成語樂極怎麼樣 先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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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輩